王月伦和李湘最近的一个大新闻 是王月伦在KTV跟一女子有亲密动作 舆论哗然 呆萌好爸爸的人设突然崩塌 就在王月伦去KTV那天晚上 李湘还在直播间卖货 接下来就是新闻报道说 王月伦退出了李湘关联的一家公司 这立马成了网友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大家都在讨论 这两个人的感情是不是已经走到尽头 开始清算财产了 李湘的态度始终是我们家很好 随后王月伦微博公开表白老婆孩子 李湘也来回复了三个红心 而且两口子参加的一档真人秀正在播出 情节还是秀恩爱 这事本来差不多快被忘了 过了几天忽然由当事人又创造了另一波高潮 李湘和王月伦夫妇双双发声 表示总有刁民要害阵 王月伦放出狠话 李湘也跟进 表示相信老公 来看一下王月伦发的律师声明 说是有人指使陌生女子趁着王月伦醉酒后接近 还主动提出顺路要求送回家 这是有组织有策划的 网友提问 这个女子如果是受人指使 她如何才能保证在自己接近王月伦以后 醉酒的王月伦就可以对她做出亲密的动作呢 哎到底是什么样的恶人才会使用如此高明的手段 恶狠狠的陷害王月伦还拍到这种画面 早在2018年10月就有媒体发布了一则偷拍 称王月伦和一女子在酒店共度三小时 王月伦回应这是瞎掰 李湘一直是出名的 与夫有数非常强势 我们来看两口子最近录的一期真人秀 我总可以我听一首我喜欢的歌吧 那你是出来浪漫然后给我惊喜的 还是说那个什么是你自己在这开心听你自己的音乐 爽你自己的呢 怎么了 你首歌又能怎么样了吗 那是 是想给我惊喜应该是我嗨啊对吧 应该是我很开心 她自己已经哎呀 一个人很享受的那开车啊 然后完了 我的那种惊喜的那种状态 已经被她嗨的埋没了 李湘竞能力很强 顶着芒果一姐的称号 在风头最盛时 转行做高管 芒果传媒就有李湘20%的股份 既是董事也是总经理 08年的时候 李湘已经连续四年登上福顾斯名人榜 李湘在与王月伦结婚以后 曾经上过李静的访谈节目 谈到在结婚之前 婆家对两人之间经济差距有些担心 劝她想清楚 王月伦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毕业后并没有当一个画家 而是前往纽约电影学院进修导演专业 回国以后 她先从自己拍MTV开始 去圆自己的导演梦 很多人气歌手的MTV 就是王月伦拍的 比如王飞 郑军 杨坤 曲影等等 李湘认识王月伦以后 支持王月伦拍摄了熊猫大侠 乐翻天 爸爸的假期等影片 结果基本都是扑街 评分不高 很多人估计都没有听过这些片名 结果虽然不李湘 而且还在亏本 但是李湘不在意 只要王月伦想去做 她就支持 看得出来 李湘在强势的背后 对家庭和老公 还是满满的付出呀 你还是一个女人的话 如果你要找一个老公的话 你会找我吗 看着我眼睛 为什么想 为什么想那么久 怎么了 还没想好是吗 想好了 当然会啊 很多网友因为KTV照片风波 把李湘和王月伦比作谷家和许幻山 从关系和性格来说 李湘和顾家一样 表面回归家庭 实际上掌握着财政和生意命门 对老公严格管理 老公平时看起来都是听话的 但是也会在严格管理下 给自己找一点空间 老婆 家里还有现金吗 你给我拿点 有呀 在衣柜里 你自己拿吧 你不是上周 还上上周 你刚拿过钱吗 你不请一客户吃饭吗 这种顾家式的 真管理假撒娇的育夫之术 双方共同的事业 看似是支持老公 实际上是用隐形的方式 掌握着主动权 前年李湘啊 就上过这个土豆大会 播出以后啊 至少有十几个朋友 给我发了视频 说这节目 说你不干活 吃晚饭 你不回应一下啊 我这次来就是回应 大家都看看啊 一年都过去了 我这不是出来接活了吗 我网友呢 也是有生活能力的呀 我刚刚在外边啊 用我自己钱买了一包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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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